愿上帝的恩典领导大家,尤其是在大家听神的道的时候 我们今天来到要看的是一篇安慰主民的这个诗篇 我们每个人都期需这样子的安慰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忧伤的时候 甚至会遇到非常极度的忧伤 有时候甚至会沉到这个绝望的谷底 很多时候人在这样的情景就会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说以利亚,他也曾经想绝望的时候想要离世 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情景有时候真的逼到我们要做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 在这个第一大战的时候,这个澳大利亚的士兵在土耳其 他们其实已经没有了水 他们将会因为口渴而死掉 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他们能够追杀敌人就能够得到他们的水 这就是他们所做的 这是绝望的时候所生出来的意念 每个基督徒都会遇见这个忧伤的时刻 我们甚至有些人会有绝望的时刻 我甚至相信,甚至是我们每个人有时候也有想到要轻生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常经忧患的人 他所面对那种绝望的境遇是比每一个人都要身家的严峻的 但是呢,他的反应是我们每个人当学习的 他指望神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做的事 但是呢,即便是最强的信心的人呢 有时候也会有软弱的时刻 所以今天的经节呢,是要来鼓励、勉励我们大家 尤其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刻 我们才不至于想要有这样子不可理喻的这种反应 比如说自残、自杀或者是做一些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们看到诗篇第42章里面讲到有一位良善的上帝 今天我们要看,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诗篇 首先我们要看到,甚至是基督徒呢,也能够沉沦到一个非常极度的绝望的时刻 同时我们要看到基督徒怎么样在这样的时刻呢,也能够有一个盼望的心态 你是不是有时候也感觉到非常的忧伤 你有时候是不是觉得非常极度的忧伤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到我们这个极度有能够到什么程度 第五、第六、还有第十一节呢,讲到心里面呢,极其的悲伤忧闷 这个字呢,忧闷呢,在原文里面指的是融化的意思 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 我们沮丧到一个程度,我们甚至不想,什么东西也不想做 我们极度的绝望,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我们只要尽近一个人 所以这个写这诗篇的作者呢,也是这样子的感受 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处境 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是离开这个,他的舒适区很远的地方 他在以色列东北的地区,那一带呢,有一些山 他当时在米撒山,可能就是在一座小山,在大山当中的一座小山 从那里他能够看到耶路撒冷 但是他不能够回去 他可能是那些被流放到巴比伦的那些以色列民 也可能是这个大卫王在逃亡他的儿子亚撒龙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当时确实的情景 但是我们知道他确实是离神的圣殿很远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这个忧患的根源 我们的所期望的不得到满足 可能是职场上的问题 或者是情感上的纠纷 或者是 这里呢,他的这个忧患的根源呢,是他的敌人 第三节说到他是被嘲笑戏弄 他的敌人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非常的无情,毫不客气 如果你记得,经里面讲的 他们被流放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 他们也是被嘲笑的 诗篇137里面讲到 这些嘲笑的人说,你们唱你们上帝的歌吧 我们要听 当时候他们哪有心情唱这样的歌呢 因为他们被连锁锁住 所以呢,有时候基督徒呢,会被嘲笑戏弄 当大卫王逃亡的时候,他的敌人也向他踢石头 有时候嘲笑我们的,我们的所谓的敌人是我们家里的人 当约伯遭到苦难的时候,他拒绝指控神 他的妻子呢,嘲笑他 你为什么不要气掉神呢,而死吧 有时候是我们心里自己嘲笑我们自己 我们的心对我们说,放弃吧 所以呢,这个绝望的感觉是非常的自然的 很多我们基督都会有这样的境遇 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似乎找不到神 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头非常饥渴的这个鹿 在寻求水 我们每个人都有饥渴的时候 但是我们,我相信没有人有经历过这个干旱 这个旱灾的情景 这个诗篇写诗篇的人,他感觉到自己好像就是在经历这个属灵的干旱 第二节,他说到,我是否还会见到我的神吗 第九节说到,如果我再见到我神的时候 我会对神说,你为何忘记我呢 他已经到了极度,他甚至差一点就要控诉上帝了 同时呢,他也知道,他心里也知道他需要上帝 他本来原想要得到引进神的安慰 但是呢,他所引进的呢,都是重重的困难 第三节说到,我昼夜以泪眼泪当饮食 他尝到的是苦楚,不是救赎 亲爱的在座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 第十节也描绘了他的体验 他感觉到好像是有一个致命伤,好像是骨头里面被刺雷刀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忧伤,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却觉得胸口有一块大块的石头压抑着我们,非常的压抑 我们如果有经历过人生的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胸口的大石头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这个第五道很有第十节讲到说,他的灵好像被搅扰的水不能够平静 其实这个水呢,被搅得非常的污浊 有时候我们这个绝望的感觉是没有断绝的 第三节说到他日夜不停的哭泣 持久不间断的这个哀伤 第七节说,他好像在已经沉默在苦难底下 他讲到这个波浪哄漫过他身 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是不是很不属灵的呢? 有些基督徒认为是这样子的 我是基督徒,我的生命时常都充满了喜乐 我没有一定点的忧虑,忧伤 你忧伤,你这个绝望,你肯定是有罪在身 我们今天看的这些诗人呢,他非常的忧伤 但是呢,他非常的忧伤,但是他仍然地指望上帝 在座的年轻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你将来会有的 他尝试找到一点的舒缓的机会,但是他找不到 绝望呢,是无时无刻地与他同在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体验到这样子的绝望 你如果记得的话,他在克西玛尼的花园里面也是这样子的说道 他也是说到说我的心灵是无极度的这个忧伤,甚至忧伤到要死 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身为人的肯定也有这样的经历 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看到,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能够有这样极度的忧伤还有绝望 但是呢,他也是可以有盼望的心态 我们不必要一直待在这个绝望的情景当中 是的,有时候这样的一个训练是非常的长的,但是呢,上帝也给我们的指望 所以呢,我们要从不放弃 有时候我们非常生气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让这个怒气过夜 我们就要尝试,我们就要尝试极度的,极力的去尝试 不要让这个生气呢,继续的持续 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仍然的非常想要这个持续的这个怒气,发怒气 我们要把这个怒气发出来 家长们,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是吗?不是吗? 我就是要这样生气 我就是要这样生气 这个跟这个忧伤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忧伤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我就是要忧伤 但是呢,我们要永不放弃 基督节说到,他继续的,不断的,指望仰望神 他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你要指望仰望上帝,应当仰望上帝 他并没有放弃 他挣扎着,甚至是挣扎着,就是要继续的称颂上帝 他的这个忧伤是长久的 非常的长久 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诗篇42篇,他这么说 诗篇第43篇的时候,他仍然说,这样同样的话,忧伤的话 他仍然是在挣扎,而且没有放弃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找到,即刻找到那个安抚或者是舒缓 但是呢,我们要继续的盼望上帝 我们在座当中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跟这个忧伤 结盼很久很久了 甚至呢,在在座的可能也有人,在生命里面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挣扎 但是呢,你的盼望呢,要更加的持久 所以我们现在要向这个诗人学习,他怎么样的在这样的时刻找到他的盼望 是的,他有这个盼望的心态,他有这个盼望的作为 他第一件所做的事情就是向神敞开心扉 第六节我们看到他向神祷告 第九节呢,我们也看到他怎么样的对神祷告 他首先要跟上帝说的是,神啊,你为何忘记我呢? 我会向上帝请诉,神啊,为什么我的敌人仍然是在嘲笑我,戏弄我呢? 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哇,这样的祷告是很不属灵的 他怎么能够向神申诉呢? 我们应当用非常完美的字句,而且非常敬虔的字句来向神祷告 亲爱的,这个我们申诉心里面的感受其实不是不属灵的 是的,我们如果是八卦讲谣言或者是互相投诉,那个是很不属灵的 这样的一个向神申诉其实是他信心的表现 我们是否知道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供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我们知道吧? 那为什么上帝呢?主耶稣就叫我们要向神祈求我们每日的饮食呢? 其实,原因是在这里,我们既知道神要供给我们所需要的饮食,所以我们才祷告啊 诗人在这里也是这样子,他知道神最后将会给他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他就向神申诉心里面的感受 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说每次来向神祷告都要用特意修饰的言语来向神祷告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就好像被受了伤,创伤的小孩一样 第八节我们看到,他其实知道上帝并没有抛弃他,遗弃他 所以呢,他在认知里面,他是知道的,他说到白昼,上主必向我施慈爱 但是在他心里面,他的感觉是上帝好像不在那边与他同在 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里面的忧伤,创伤,来到,拿到神的面前 所以呢,首先呢,是要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扉 其次呢,我们是要承认神赐他的爱 第七节告诉我们,他其实知道他的这个所遭受的苦难是从神的手里来的 在第七节他讲到说,你的波浪烘满过我的身 这也意思说,他知道是上帝发给他这些轰涛开浪 约伯受到苦难的时候,他的结语是什么呢? 他说,赏赐的是上主,取的也是上主 他知道那个掌管万事的是上帝,所以他并没有放弃 第八节说到白昼上主,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 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认知里面呢,有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头里面 但是呢,我们的挣扎却是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需要将这两者联合 这是很短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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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我们确实要在认知和心灵里面呢,都要有正确的认识 当我们知道这些大波大浪都是从神的手里来的 我们就可以肯定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是神仍然掌管一切 第三,我们也看到诗人呢,祂颂赞上帝,我们也要这样子做 我们要向神敞开心扉,我们要在头脑里面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也要从心灵里面呢,来赞颂上帝 第八节说到,祂在夜里呢,歌颂祷告上帝 这是一个夜里的歌颂 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一首快乐的歌 这是一首哀歌,祈求的哀歌 夜里呢,祂辗转难眠的时候呢,祂就歌颂祷告 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约伯受难的时候呢,祂坐在垃圾堆里面祷告,颂赞上帝 约伦在被大鱼吞食之后呢,在大鱼的肚子里面敬拜上帝 我现在要暂停一下,让大家沉思一下 就是在这一切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头脑的知识呢 在圣经里面要应用生活化 你忧伤的时候,你做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讲员告诉我们,我们在忧伤的时候要指望上帝 但是呢,我选择要继续的忧伤 我原本在认知里面知道神是可以救赎的 但是呢,我宁可呢,宁可呆滞在我自己的这个忧伤里面 与其呢,让那污浊的水呢,慢慢地沉淀 我们继续的这个搅扰他 所以呢,我们要向神祷告,然后认识上帝,正确地认识上帝 然后呢,要颂赞上帝 第四点呢,我们要学习怎样的指教自己 第五节呢,他就是提醒自己 这里说到呢,应当仰望神,因祂笑脸帮助我,我要颂赞祂 我现在呢,要讲另外一个牧者的话 你是否发现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忧伤呢,都是因为我们听从我们心里的这个怨言造成的 你不是对自己讲话,你而是听自己心里面的怨言 你睡醒的时候一开眼睛就听到那些负面的话 他们提醒你,你今天是没有办法度过今天,因为他们提醒你过去有多么的辛苦 所以呢,无时无刻都有声音在对我们讲话 要么就是我们继续地听我们心里面这些负面的话,要呢,就是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对我们自己讲话 所以呢,他对自己心里面讲话,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要仰望,应当仰望上帝 因为他的心灵呢,继续地一直让他这个忧伤,忧闷 所以呢,我们要应当这样子做,站立起来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听我说 很多时候甚至是神的名呢,也听这个邪恶者的这个谎言 我们听到这样子一些负面的话,谎言,甚至是像耶伯的太太讲的话,还有呢,我们心里面的这些负面的话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听上帝的话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听上帝的话 他不只是对自己讲上帝的话语,他呢,也回想到美好的时光 他第四节,他回想起他当时在神的圣殿里面的时光 他与神的名一起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上帝 他回想起神的美好,神的好意,神的美意 所以我们在忧伤的时候要回想起这些美好的时光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受难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去面对苦难呢? 他是想到最终那美好的这个荣耀来激励自己 他想到我最终是要回到父那里去 最后我经历了这一切呢,我将救赎我的名 第六呢,他也渴想神 第一、第二节说到他渴慕上帝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点 他心里首选的希望不是自己的苦难的舒缓 而是他在追求上帝 希望得到解救或者是舒缓其实是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首要的应该是寻求上帝 因为在他里面是我们一切的富足 亲爱的,我们今天能够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 首先我要知道,即便是神的名也是有绝望的时刻 这个绝望是不属灵的吗? 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是很多时候被逼到那种境遇 禁欲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 我们再次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身也是以忧患非常的熟悉的 他没有犯罪 这首诗篇是写给可拉的后裔 在圣殿里面有两个职责 他们是开门的,也是领导,也是领事班的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崇拜的人进到圣殿里面 他见证到他们的挣扎,他们生命里面的思念,甚至是愧疚 这些可拉的后裔呢,他们也会唱诗 所以呢,这首诗篇呢,也是被唱来引导他们的视线 这些敬拜人者的视线呢,向神那里定睛 这也是对我们讲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忧伤的时刻,甚至是绝望的时刻 可能是职场上的问题 可能是身体上的状况 也可能是被背叛 或者是我们的自清已经走了 但是我们要切记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面对这样的忧伤 他告诉他的门徒,我心里身是忧伤,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起警醒 但是他们不能 他是孤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绝望 所以我们是不至于自己需要孤单的这样走这样的路 在十字架上,他的敌人嘲笑他 他们说他能够救,他说他要救别人,他能够自救吗? 他承受这一切 所以好叫让我们经历同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明白我们经历的 我们有些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心里面好像被捅了一刀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被刺穿,他的手,他的脚都被刺穿过 他在地上的时候呢,在肉体的时候也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 记得吗?他在这个十字架上说,我神,我神,你为而遗弃我 即便是在这样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一种时刻 他仍然的是指望上帝 所以呢,亲爱的,我们经历这样的时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被我们的患难所定义 我们要记得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想,可望上帝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经历这样的事情 他喝的是那个苦酒,所以呢,以致让我们在天堂能够饮喝那个完美的荣耀 我们甚至现在呢,是正在经历这个忧患,忧伤 这也可能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我们知道这个是有一个句号的,有一个终点的 我们知道在座的,我们最近听到一些悲哀的信息 你可能呢,在认知里面呢,觉得有一些矛盾不能够接受 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来把我们心里面所感受的向神倾诉 我们一起来祷告 永恒的上帝 感谢您的话语 请你教导我们怎么应用您的话语 叫我们心里面能够不断地有指望,甚至在忧伤的时候 赐给我们恩典,以致叫我们能够顺服您的话语 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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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能力